《华言念佛三魅论》 《华言念佛三魅论》 主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华言念佛三魅论》 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 从事念毗鲁之那 从这里看起 我先将这一段论文念一遍 是念毗鲁之那佛 顿路法言法戒者 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看起 那么这是前面讲了三种念佛 念法身佛 念报身佛 法身佛 念明治佛 就是我们讲词明念佛 那么这里是第四 念毗鲁之那佛 那么念毗鲁之那佛呢 顿路法言法戒者 法言法戒就是一身法戒 《华言经》上讲的 就是一身法戒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法藏世界 像我们这个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 法藏佛教图书馆 后来呢我们敬老和尚又加两个试听 法藏佛教试听图书馆 后来又成立了法藏敬中学会 那么早年啊 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 成立法藏敬中学会 那么法藏啊 就是 出自于法言经 法言经讲啊 一身法戒叫法藏世界 那么法藏世界是一身法戒 一身是大圆满的境界 顿路啊 这里讲啊 念毗如这那佛就顿路 法言法戒 也就是说 顿路啊 法藏世界啊 顿路啊 是顿啊 我们都讲啊 圆顿之法了 啊 佛的教学啊 啊 有 建 建 赐修的 啊 建修的法门啊 啊 也有圆顿的法门 啊 根据众生的根基 那佛啊 有讲圆顿的 啊 有讲建赐的 那么我们讲圆顿之法呢 就不是那么一点一点的 爬上去 啊 不是一点一点爬的方法啦 啊 那个叫建修 好像我们爬楼梯啊 啊 那你 一阶一阶的这样啊 爬上去 慢慢爬爬上去 那么这个圆顿啊 也就是说 很快速的 达到顶楼啦 像到现在这个高楼啊 像我们台北啊 101大楼 现在有那个高速电梯啊 一下子就到顶楼啦 就没有像爬楼梯啊 一层一层 一阶一阶的爬啦 啊 那个很辛苦啊 那 很慢 时间也很长 那如果你坐快速电梯啊 那很快就达到 最顶层了 那么这里讲的圆顿啊 那我们 透过坐电梯跟爬楼梯啊 这个来 来 来形容来比喻 大家有 这个概念啊 这个圆顿法呢 就不是一点一点的 这样爬上去的 是直接了当的 直接快速啊 达到最高峰 这个叫圆顿 当然了 法眼镜是言顿大法啦 念疲鲁 这个我们一般念佛人很少看到啦 那怎么说要念疲鲁 哲那 疲鲁 就是本师释迦摩尼佛啦 天台中和法相中 说疲鲁遮那代表法身 如舍那代表报身 释迦摩尼佛是化身 硬化身 这是天台中的说法 天台中 在我们中国佛教啊 一个法眼中 又叫贤手中 又叫天 另外一个就天台中 那么都是言教 天台啊 也是言教 现在呢 这么说的人很多 这个 说这个天台中跟法相中啊 说疲鲁遮那佛啦 代表法身啊 如舍那佛代表报身 释迦摩尼佛是代表化身 天台中的说法 跟法相中的说法 现在很多人 也都是这个说法 至于法言中呢 释迦摩尼佛是化身 没有不同 那这个跟天台法相讲的 释迦摩尼佛都是化身 这个没有不相同的地方 但是呢 把疲鲁遮那和如舍那呢 都把它说在一起 说是一个名字 而有广列的不同 就广说跟列说不同 总之啊 都是说 疲鲁遮那的化身 就是本师释迦摩尼佛 这个是一佛三身 法身 报身 硬化身 一佛三身 硬化身啊 也是从法身 报身来的嘛 法身流现出这个 报身 硬化身 三身是一体啦 一而三三而已 这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法行 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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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个当中是什么佛 我给大家讲 疲鲁遮那佛 那疲鲁遮那佛就是法身佛 法身佛呢 它流现出报身 如舍那佛 硬化身 释迦摩尼佛 所以你说 那个是毗鲁遮那佛 可以 你说是释迦摩尼佛也可以 说如舍那佛也可以 反正三身是一体 三身是一体 那么这里讲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意念我们的本师 那怎么说意念我们本师呢 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我们怎么知道有法藏世界 一针法界 我们怎么知道有十方世界诸佛如来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本师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介绍的 他给我们说的 那么佛呢 出现在世间啊 对我们最大的恩德就是讲经说法了 八项成道 之后就是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那这个 这个大恩大德啊 那不是我们 能够报答的啦 这个报不尽的 因此啊 我们这一切啊 都不能忘本 也不能忘记我们本师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称本师呢 就是 我们这一个阶段的 佛教 佛法的教学啊 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 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称他为本师 那也有不忘本的意思 如果没有本师释迦摩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 那不可能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种恩德 那这个无法报的 说不尽的 只有自己成了佛啦 再去度众生啦 这样才能报恩啦 那不是我们世间啊 这个这个这个报恩能报的 这一点我们要了解 那么我们一般啊 只相信啊 释迦摩尼佛是尼佛尔的太子出家了 以前啊 本师释迦摩尼佛啊 他的俗名啊 叫西达多太子 西达多 他出家修情成佛啦 那么 这个佛号啊 叫释迦摩尼佛啦 是他承道啦 那才叫释迦摩尼佛啊 我们再给他加个本师 现前在地球上的佛教徒啊 一般 只有相信啊 释迦摩尼佛是尼佛尔的太子 就是迦摩尼佛 敬范王的儿子 他的母亲摩尔夫人 他的妻子啊 是耶稣陀罗 后来呢 他这个西达多太子他出家了 后来 成道啦 后来灭渡啦 事件啊 有生有灭 那么有生灭 这是化身所显现的 这只是一个小片段 一个小片段 我们 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这个 这个传记的记载啊 释迦摩尼佛是 七十九岁 这个 事件啊 搬涅槃的 这个外国啊 都算十岁十足年龄七十九 那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 我们算虚岁 这八十岁 实际上啊 释迦摩尼佛依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是八十岁 依古印度啊 这个外国都是算十足年龄 七十九岁 三十岁成道 成道之后天天讲经所法 四十九年 那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这一个阶段啊 一个阶段 真正释迦摩尼佛 就仅仅是 这一个阶段吗 啊不是啊 这个是释迁的啊 释迁我们现前啊 这一个阶段啊 一个一个小片段 那么法院经里面讲啊 释迦摩尼佛成佛以来啊 不知道多少节多少节 早已成佛了 其实啊早就成佛了 不是说现在才成佛啊 不是说三千年前才成佛的 但是我们一般看就三千年前成佛的 这个是叫释迁 他释迁 那么王子出家成佛这是释迁啊 啊是释迁啊 这是古佛再来啦 那么释迦摩尼佛何常涅槃呢 我们世间人看佛有 有出生有涅槃啊 有降生有涅槃 看佛菩萨都有 阿罗汉都有 跟我们人一样 有出生 那最后啊 有死亡啊 就有生有灭啊 就有生有灭啊 但是释迦摩尼佛他 有没有涅槃呢 就咱们 四千人 智者大师 念法伐经 要亡菩萨 魂器两倍的时候 他亲见灵山一会 圆然为善 这个是在传记上有记载啊 天台中啊 这个 创始的 人啊 就是智者大师了 智者大师啊 他这个 主修啊 妙法联法行 我们简称叫法拔经 创立了天台中 那么有一次智者大师 念法伐经啊 念到药王菩萨 这一品 念到药王菩萨这一品啊 药王菩萨呢 稍继两个手臂 念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 他的路定啊 他路定呢 亲见灵山一会 圆然为善 就是他亲自见到 灵山啊 这个灵山啊 叫灵修山 简称叫灵山啊 那么佛在这个灵修山讲经很长时间 那么智者大师呢 念法伐经 念到药王菩萨这一品啊 录的定啊 那看到呢 那看到呢 佛在 神灵佛有出生有降生有世间涅槃 这个生灵啊 是因为我们凡夫有生灵的见 因为我们的妄念就是生灵嘛 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 看到外面的境界多有生灵 我们有生灵见啊 我们凡夫是生灵见 见到外面的境界就是生灵的现象 那实际上是没有生灵啦 看到佛有灵般 实际上佛没有灵般 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如四主妙言品 十方诸大菩萨及天龙神鬼所说诸诵 各出自证法门 以如来果地发人信节 令入念佛上昧 《华言经》四主妙言品 十方诸大菩萨及天龙鬼神所说的种种诵 都是说出自己怎么证的法门 自己怎么修证 说这些法门 那么欠导大众最后 都是要成佛 以如来果地的妙节 来启发上在阴地的众生 令大众深信得解 正入念佛上昧 《华言》也就是让大家入念佛上昧 主要是讲这个 让大家入念佛上昧 所以这个是在四主妙言品 十方诸大菩萨以及天龙神鬼所说诸诵 都是各自说出自己修正的法门 以如来果地来启发人的信节 让大家都能入念佛上昧 主要目的是在这里 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至是说如来现象品 以及时信时处时行时回向 各有十方诸大菩萨 即与诸四主说计赞佛 而十地平美丽一地 必亦不离念佛念法念生 是知诸未皆赐虽书 莫不以念佛为其本形 佛佛道同 几亦疲如色无不禁 那么这个是几出如来现象品 说的一段经文 说时信时柱时行时回向 各有十方的诸大菩萨 诸四主 都说这个记者来赞佛了 说计来赞佛 十地平美经过一地 菩萨都说不离开念佛念法念生 所以咱们没做法完了 念三归一念佛念法念生 这个三归一在佛门 无论显宗密教都很重要 祿佛门大家都知道要先接受三归一 这个三归一有的人不清静 这个就很要注意 最起码的信了佛 就不要再信其他什么教主 既归一了法 就不要再研究 再相信别的那些 外道典籍 外道典籍就是教我们心外求法的 那些典籍 那个就不要写了 像我们现在世间上一些 一些书籍 一些作者 讲了很多很多 都是心外求法 都是属于外道典籍 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去相信那些 归了生 那就不要再去找牧师 阿宏等 你就不要再去归其他宗教的 这些神职人言 那就真正归于生 所以从这里来看 实柱实行实回向实地 皆次虽然不同 都是以念佛为其 本来的行持 古佛今佛佛佛道童 即一疲努车纳佛 就把一切佛都设尽 所以古佛今佛 没有两样 佛佛道童 所以 几初 一尊毗如这那佛 就把一切佛都 盘设尽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故普贤十愿 藏水佛学 一门云 如此说佛世界 毗如这那如来 从初发心 精进不退 以不可说不可说 生命而为 不失 乃至成大菩提 入于涅槃 如是一切 我皆随学 在普贤菩萨十代愿王里头 这个藏水佛学这一愿 第八的藏水佛学 那么这是第八愿 普贤菩萨所学习的 娑婆世界的毗如 这那如来 不就是本师 释迦摩尼佛吗 释迦摩尼如来 从最初发心起 就精进不退 六度中精进度 十分重要 凡夫是 进一退九 这是我们凡夫 这个修行进了一步 倒退了九步 进一步又退九步 比这个 比纽阳歌还差 纽阳歌呢 在大陆过去 有这个纽阳歌 就差阳 在这个稻田 差阳的 唱这个歌 是进三步退一步 这个很慢 那么这里讲是 进一步退九步 所以在苏博世界修行 很难 很难成就 这是主要的因素 因为进的少退的多 每一个人刚刚花了点心 就来个障碍 或者呢 生病 或者呢 来了一些事情 好不容易 有点进展 修持有点得力 就来点什么干扰 一些事物太多了 玩杂的事情 就来打闲刹 来干扰 进一退九 这个进一步退了九步 这是我们现前 苏博世界 修行的现状 进一退九 各种因缘让我们退转 没有办法再往前 精进 释迦牟尼佛是精进不退 那这个就很难得了 以不可说不可说 生命而为布施 这都是普贤行愿品里头的话 不可说不可说 那么多的生命做布施 头身四伏 见老虎 看到老虎肚子饿了 就 叫下去摔死 这个身体 就是喂老虎 给老虎吃 割肉喂鹰 鹰啊 老鹰要抓兔子 兔子来求救 佛就把兔子藏起来 老鹰就来质问 你救了他 我就快要饿死了 那么佛就说 那我吃肉 替他 相当于兔子这么多的肉 这个鹰说可以 这个可以 那我就不要去抓那个兔子 身上的肉都割光了 我们本师就是这样的 无量节来啊 以不可说不可说 那么多生命来布施 令人感激涕灵啊 那这个是属于内财布施的 生命都布施出奇了 我们现在舍一点外财啊 大家还是很踊跃 那也就很难得了 你要说叫我们舍掉一个内脏 去丢度什么人 那就不困难了 不在世间上有啦 这个有一些孝子啊 或者善心人士 他愿意坚持这个内脏啊 去帮助别人啊 那这个这个就很难啦 就困难了 佛是以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而为布施 那这个这个我们是 无法去相比的啦 那没有办法 跟佛相比 乃至于成大菩提入于涅槃 这表示啊 布施只是开始啊 从布施开始 六度都圆满 成大菩提入于涅槃 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啊 这样的一切啊 我都跟着学 这是普全菩萨的大愿 我们也看到 为什么意念咱们本师 释迦牟尼佛这个功德 这个恩德 无量无边 我们过去多少生中 已经不知道 多少次蒙受了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救度 现在还正在救度我们 正在救度 我们还没有得解脱啊 就在此时此刻 正在救度我们 这都是佛恩 佛恩难报 没办法报 由我本师因地修行 广大无边不可思议 故所感爆化 亦广大无边不可思议 行者曾能决定信解 知一切佛不离自信 起勇猛心 起单核心 便于本师出发心时 等无有益 由于本师在因地中 修行了广大无边的功德 不可思议 所以释迦牟尼 就是毗如则那 他所感的 所正的报身化身 也广大无边 不可思议 行者呢 指我们了 行者若能真诚地 申起决定的信解 能够深信 能够正解 理解什么呢 知一切佛不离自信 知道一切佛都不离开 每一个人本人的自信 所以不是向外去求佛 一切诸佛都不离开你的自信 听了这句无上开示 自然升起勇猛心 我的自信就是一切佛 还有什么胆怯 还有什么不敢呢 要承担 我们一般讲直下承担 我心本是佛心 我的心本来就是佛心 敢承担 便你本师出发心时 等无有意 你敢承担 我的心 就是佛心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直下承担 那么这样就以本师出发心的时候 没有两样 就一直到成佛 你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发心的时候 没有分别 所以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华言法法 以莲花作辟语 莲花就是因果同食 这是表发 以这个来表发 荷花 殊胜处很多 出污泥而不染 也是一点 这个莲花 这个我们讲 一般讲莲花 或者讲荷花 讲莲花的功德 其中最殊胜就是因果同食 你看这个荷花开的时候 有个莲蓬 花开 那个莲蓬就在里头了 莲子也在里头了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佛的果诀已经出现了 已经成功了 这个莲蓬不是在花瓣脱落之后 又长出来的 一般就是我们看到其他的花 花开了 才长出他的果 花落掉果才出来 那莲花就不一样 所以莲蓬它不是在那个花瓣脱落之后 又长出来的 不是 花正在开的时候 那个小莲蓬就在里头了 这是小一点就是了 同时的 这个真的是因果同食 因为我们一般讲的 因要结成果要一段时间 但是它这个莲花呢 它是同时的 同一个时间的 所以出花心时变成正节 这个就是因果同食的道理 你出花心就跟正节没有两样了 这就告诉我们行人要如此发心 主要知道一切佛不离自性 一切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 你对这个能够肯定 那么这个出花心变成正节 这个就不会有疑惑了 对到底这个道理能够理解 底下引证华言经几段经文 又如极境阴海夜神言 我得念念出身广大喜庄严谢托 能入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微臣法界安利海 见比一切法界安利海 一切佛刹所有微臣 一一成中有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微臣数佛国度 一一佛徒皆有疲如遮纳 坐于道场 于念念中成等正觉 献出神变 所献神变 一一皆变一切法界海 而开夫树花夜神 入出身广大喜光明谢托门 意念疲如刹那往昔所修行海 西皆明见 妙得圆满神 得自在受身谢托门 入疲如刹那无量受身海 意见如来于一切世界 一一成中 无量佛刹 四限受身 常无间断 那么这段经文 是引用华言经里面 极境阴海夜神 这段经文 华言里头 各界众生都有 每一个法界的众生都有 可以说真的是无量无边 那经中 夜神 十四菩萨 这个夜神 他 本 本机 他本来 确实是菩萨 就像过去旧社会出兵 往往有一个很高大威猛的鬼 俗称开路鬼 那个是在中国大陆 古时候 以前 这个人过世 要出兵 出兵 那这个 前面都有个开路鬼 其实那个不是鬼 那个是观世音菩萨 视线的面然大事 这个我们现在在 放宴口 放蒙山 放宴口 都有一个面然大事 一个像 像我们现在双膝小卒 做百期训练 复国喜债法会 晚上第三时 加一段蒙山诗诗 那么这个跟那个宴口 这个施死 同样一个性质 所以我们做大型法会 在这个往生年类那边 也都有 供一尊 面然大事 共牌位还有共的面然大事的像 那面然大事呢 大家常常听经的同学都知道 那是观念菩萨视线的 不是真正的鬼 那么观念菩萨视线面然大事 在地狱当中救度众生 是跟地藏菩萨一样 应以什么生得度 就献什么生 而为说法 这些神都是菩萨 《华言经》举出来 这些神众 鬼神众都是菩萨 寂静殷海夜神 得到一个念念出身 广大喜庄严谢托 已经能够入实 不可说 不可说 微臣法界 安利海 可以入多少多少世界呢 可以入一切佛刹的 一一微臣中 所记的实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臣国度 那这个是不可思议 佛经常说 微臣 过去人们 以为是空气中浮动的 小小的微粒 以为那个是微臣 其实错了 黄老给我们讲错了 因为黄老他也是学科学的 那么微臣很小 黄老给我们讲 微臣很小 比电子还要小 那我们肉眼见不到 我们看空气当中 一粒浮沉 那就太大了 电子已经很小 现在有比电子 还要小 多少万倍的中微臣 可能就是佛经 所讲的微臣 可能还不是 还不是佛经讲的微臣 将来可能 发现更小的 现在科学越来越 进步 发现这个物质的体积 就发现到很小很小了 所以微臣之多 之小 是我们没法想象得到的 我们想不到 我们也看不到 这种小东西在太空之中呢 很多很多了 微臣多得不得了 我们肉眼都见不到 微臣数 法界 安利海 像微臣那么多 树木的法界 的安利海 夜神 看见一切法界 安利海 所有的一切法界 安利海中 所有的一切佛册 所有微臣 微臣数 那么多的法界 安利海 在这个海里头 看见一切佛册 安利海中 种种的佛册 种种佛册 那么多的法界 安利海 种种佛册 中所有的微臣 那这个多得不得了 黄远经讲 微臣当中有佛册 佛册当中有微臣 微臣当中又有佛册 那多得不得了 从从无尽 每一个微臣里头 这个就不可思议 那小小之中 有无量的大 小没有放大 大没有收小 那个小当中 有无量的大 比垫子还要小 多少万倍的 每一个小微臣里头 有十个不可说 不可说佛册 微臣数佛国度 一个小微臣 有这么多佛国度 所以这个小大 完全不是我们人 的概念 这个小里面 怎么能有这么多的佛国度 我们的概念 就是大可以容纳小 那小怎么去容纳大 容纳那么广大的 有不可说 不可说佛册 微臣数那么多的佛国度 在一个小微臣里面 比垫子还小得 多 不小的小 多少万万倍的东西里头 比一粒沙土 一粒粉末 还要小多少 万万倍的东西里头 有不可说不可说 这么多的佛国度 那么小的体积里面 有不可说不可说 这么多的佛国度 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 这个叫不可思议 这个正是法言经讲的 世事无碍境界 世跟世他没有障碍 夜神见法界安立海 海中有佛刹 佛刹当中有微臣 这都是从大至小 从这个大 大当中有小 但下面说呢 一一成中 皆有不可说佛国 一一国中 皆有毗如坐道场 成正节现神变 这是小中计大 大中计小 我们没有问题 但小中计大 我们就想 不同了 末后又说 所现神变 一一皆变 一切法 皆海 正显超情离间 不可思议 这个是超乎我们的情见 不可思议 不在我们情见当中 每一个国度里头 都有毗如遮纳 坐于道场 你看 毗如遮纳的功德 不可思议 这么多的国度里面 每一个都有毗如遮纳 在那里坐道场 念念中 成等正觉 他在那里成佛 现种种神变 在一个微尘里头 有无量的佛徒 无量的佛徒中 都有毗如遮纳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都在那里成佛 说法 现神变 所现的神变 变满一切法界海 这些都是超乎我们 适量的境界了 我们的尝试 我们的心量 都达不到 这么多 这么小的东西里头 有无穷多的佛国 都有咱们 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那里成佛 在那里说法 在那里现神变 所现的神变 变满一切法界海 变满虚空 变满法界 无所不变 我们这样来看 释迦牟尼佛 就超过我们老的观念 我们一般老的观念 释迦牟尼佛 就是加皮罗魏国 现在这个尼泊尔 的一个太子出家 出家之后 去修六年苦行 后来到菩提树下 阅读明星大策大悟 就成就无上佛道 成道之后 说法四十九年 释迦班涅槃 那是我们一般 现前一般人的尝试 能够理解的 就是这一段 现在对于佛之伟大 功德之位不可思议 从这个地方 我们读了法院经之后 就往前推进一大步 再如开夫树花夜神 录了一个出身广大 喜光明谢托门 录这样一个法门 他意念思念 毗如遮那 往昔所修行海 本是释迦牟尼佛 过去身中所修行的 这些多的不可说了 称之为海 这个海就形容比喻 太多了 说不尽 西界明鉴 过去的事都现前了 他都能看见了 这是第二个神 还有妙德圆满神 德自在寿生谢托门 寿生是自在寿生 不是堕入母胎 跟我们人不一样 他可入疲努之那 无量寿生海 到疲努之那 无量寿生境界中 寿现寿生 由于此寿生境界 无量无数不可穷尽 所以称之为寿生海 意见如来 于一切世界 一一成中 无量佛刹 寿现寿生 那么 也可以看见 如来在一切世界 一一的小微尘里头 一个小微尘里头 有无量的佛场 释迦牟尼佛在那里 视线寿生 常无间断 没有停止 那么这些都是 不可思议的境界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如是念于疲努之那 即念是佛 其佛是念 我们能够这样意念 疲努之那的功德 其功德是 变满虚空 变一切处 过去的功德是 无量之海 而现在与未来 还在度众生 在那里受生 在多少多少世界中 视线受生 在那里度众生 我们这样意念 疲努之那 你所意念就是佛 正是即念是佛 即佛是念 那么也就是观经的话 观无量受佛经经文里面讲的话 视心做佛 这么念就是视心做佛了 念佛就是做佛 视心在念 视心在做 故说视心做佛 此心本来是佛 这个心本来他就是佛 故说视心是佛 这个心就是佛了 用观经这两句话解释 也正合适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尽十方虚空 乃至真风借子许 无一不是疲鲁法借 是明念法借佛 一明便念一切佛 整个的十方虚空 乃至小到真间 像戒指的地方 没有一处不是疲努之那的法借 这么去念佛 是念法借佛 我们念的佛 不仅仅是在地球上 尼伯尔降生的释迦摩尼佛 念的是法借佛 尽虚空变法借佛 也叫便念一切佛了 尽虚空变法借一切佛都念了 你念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也就是念一切佛了 所以善才同子出参得云 集闻念佛法门 最后普贤菩萨为所称赞如来 圣功德记 教人信节 依旧不离念佛法门 法借始终更无恶定 那么这里 这个举出善才同子五十三餐 这个很有名 善才同子五十三餐 他在他的老师文书师弟菩萨 会下开悟大侧大悟之后 文书菩萨就 叫善才出去餐学了 五十三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餐学 那么一共餐访五十三位餐之士 头一个餐的是德寅比丘 那德寅比丘教他什么 叫念佛法门 就是给他说念佛法门 那么最后呢 第八十一件法言 要不然讲叫八十法言 是第八十一件 这个普遣菩萨十大行愿品 他说趁战如来圣功德记 教人信节 还是不离开念佛法门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 祭约 若见此界妙无比 佛无量节所缘境 毕如这那最圣尊 余中觉悟成菩提 或有见佛无量受 观至在等所围绕 悉已住于灌顶地 充满十方诸世界 或有人看见这个世界奇妙无比 这是释迦牟尼佛 无量节所庄严 所清静的 咱们本师是最殊胜的世尊 于中觉悟成菩提 就是在此大彻大悟成就菩提的 或有人看见无量受佛 旁边有官智在菩萨等等 大事所围绕听访 并且悉已住于灌顶地 此灌顶地是十地菩萨的境界 到了十地菩萨 诸方的如来发现 某个世界有个人 到了这样的地位 佛都放大光明 一切的佛都给他灌顶 光明灌顶之后 他马上就成佛了 这是处于灌顶地 这些菩萨充满十方世界 无量受佛观置在菩萨 是充满十方一切世界 也就充满咱们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说往生 还是对凡夫说的 实在说 极乐世界不离当处 就好像你在北京有一个电视机 莫斯科 华盛顿 东京 上海 什么地方都可以接收 一条队就都来了 哪里需要 你要去到上海去参加音乐会 到华盛顿看美国足球 那么这些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常常做三十七年 中欧国师这个开示 也是给我们讲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那跟这个 一样的道理 所以往生净土 并不是你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因为这个都被你接触 当下就是了 所谓心净则土净 好 今天这节课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那么下面这个右云 下面的一段经文 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